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是看湖景 吃湖鲜 好好的享受一把 到这第一场活动 就是看东超的皮滑艇大赛 准备好了没 好了 开始 加油 加油 帅呆了 你要是有空到浙江渝瑶来 一定要到东超水库走走 这里有五千亩的海图水库 紧靠着美丽的杭州湾 你不但可以观湖景 挺湖鲜 你还可以看到一场职业的皮滑艇运动 这是浙江省宁波市皮滑艇队的姑娘小伙子们 他们每天都会在这里进行训练 现在 这支皮滑艇队 已经成为了这个海图水库上 一道美丽的风景 不过 我们这一期节目 要给大家介绍的 还是这个装满了鱼虾的大水库 据估计 这里面养殖了四五十万斤的鱼虾 价值在好几千万元 那么 这样的一个水库 它的主人是谁 它是怎么想到 要经营这样一个巨大的水库呢 对 我鱼鱼就是 本来就是 想自己钓钓鱼鱼 毛建平 浙江鱼窑人 东超鱼庄的庄主 2003年 承包了五千亩海图水库 从一片荒地开始 经过十年的发展 现在水库里的野生鱼类 达十多种 它创办的东超鱼庄 已经成为了五星级休闲农庄 走进毛建平的东超鱼庄 首先吸引人眼球的是一条硕大的鲁鱼标本 这条鲁鱼就是从它的水库里捕捉到的 是毛建平的心爱之物 这个是鲁鱼 鲁鱼就是 也就是说是黑里边的鱼 就是 前段水的地方 有这个鱼 这条鱼呢 我们扑捞上来的时候是 零 一二年扑捞的 大概中是三十六斤 也是比较珍贵的 毛建平曾经带着这条鱼 参加了鱼窑市举办的水产展会 成为展会上最吸引人眼球的展品 当时展会上就有人提出 用大价钱购买 被毛建平拒绝了 这条鲁鱼 他舍不得被人吃掉 于是专门把这条鱼做成了标本 精心收藏在了自己的鱼状 不过 没吃上这条大鲁鱼 也不要遗憾 吃不到三十六斤的鲁鱼 我们可以吃一条二十斤重的 东超鱼庄的王师傅 要用这条鱼的一个部分 给大家做一道参加的拿手菜 这道菜是什么呢 搞一个围的那个那个那块东西 搞出来 让他们解释解释 这个难得看到的 难得看到的 你的东西不多的 这个位置上 毛老大师很自信 他说让我们见识 什么东西我没见识过 这个是鱼 好像是肥肉鱼 你没有觉得吗 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鱼的肥肉吗 鱼的肥肉 这个鱼主要它长得时间长 时间长七八年 而且你这个鱼规格大 二十斤左右 你小的就切不出来 小的就没有 如果是我快速把它养得胖胖的那种 我投给饲料把它喂起来 那个根本就看不到 看不到这个东西 他就是看到的就是鱼里的热度 都是吃饱了 那这等于是就是鱼的年轮了 鱼的年轮 这是他这些年的经历才能积攒下这些了 那就是一条鱼 两个东西 肢肉 鱼肉 好 好嘞 不是鱼的 你随便哪里去看 是不是鱼肉 是 难怪你说要让我们见识一下 但是拿出去跟别人真的没法分辨 就是说是说一块是猪油 别人也会相信 对对 那肯定是这样子说的 那今天中午就是叫你们吃鱼里的鱼肉 好 好不好 好 我就等着去了 玩笑亏玩笑 其实寒冬所说的像猪油一样的东西 其实是这条大鱼的鱼腩 就是鱼肚子的部分 这可是鱼身上最好吃的部分 今天厨师特意给大家露一手 做一个看家菜 清水肚当 这个最新人的 味道最好的 但是咱们这个地方的鱼的鱼腩 我这个水枯里的鱼腩 你只要清水肚子就好了 对 清水煮出来的鱼还要好吃 还要好吃 西部也 西部非常好 怎么样 听完了他们的介绍 你是不是相当的期待呢 趁着厨师准备的功夫 你可以先到鱼庄参观一下 不过 主持人还惦记着刚才他看到的皮滑艇比赛 机会难得 来到了东超鱼庄 他迫不及待的要体验一下 在五千五水库里 划着皮滑艇乘风破浪的运动感受 不过 你怪我没提醒你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驾驭的运动项目 你可得有思想准备 在这个水库里还有一个奇特的景观 就是一边在捕鱼 一边在训练 宁波市的皮滑艇队就在他们这个地方 常年在这训练 所以他们也很愿意向游客介绍更多的皮滑艇的支持 我就来体验一下 这是董教练是吧 你好 多多关照 大家都分别的说我会 他们说我会掉下去 我到底会不会掉下去 开始了 那我上了 脱了鞋是吧 这么多人服务啊 这些人服务一下 刷前面手上去 不是 被想象的难多了 这个传点是个圆子 我以为我很厉害 但是我怎么觉得 我刚才要一头栽进去了 哎 可以啊 扶着扶着呢 可以吧 可以吧 手扶着呢 手扶着呢 两手扶着 好 好了 别太快了 是你们把我翻下来的吗 说你们把我翻下来的吗 你们不用扶着 我担心你们 你们刚才是给我 是帮我扶着了 还是做坏了 我知道了 刚才是你们松手了是吧 松手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 好了 好了 你们都松了手吧 我刺激 松 稍后 脚伸进去 脚伸进去 嗯 脚拿好 脚拿好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本来以为我 可能有特殊的才能 也许上面就能走 那这样来说 他们翻过 一个月以后才会有 有效果 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看着运动员在水面上 娴熟的驾驭 矫健潇洒 背后一定付出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毛建平养鱼的经历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2004年之前 毛建平一直在杭州 做装修生意 他的一个最大的业余爱好 就是钓鱼 特别是野生鱼 为了能够钓到野生鱼 他跑遍了浙江各地的 水库和湖泊 一天 他偶然看到了 报纸上的一条信息 有一个小型水库 将以公开招标的方式 对外承包 毛建平一下子动了心 鸭鱼是想起来 很容易对这个事情 就是 谁有那么的鱼放下去 那不管它 导致野生的鱼 自己就是土牢上的 一个自己钓 还有个我们自己吃 征求了几位朋友的意见之后 毛建平通过投标 获得了五千亩海途水库的经营权 穷心勃勃地开始了他的养鱼事业 而且从一开始就大笔投入 他购买了五百万位鱼苗 投放到了水库里 那么我们放苗的时候 也不是口有养鱼 没有取出 每一模放多少不知道 认为多放一点 鱼苗放的不少 自然每个月的开销就很大 且不算故人水电这些开销 光花在饲料上的钱 就不是一笔小数目 一直用铁路过来的 车笔发的 一个车笔 六十灯 三十万不到一点 一个车笔 一年没中 大概要十多个车笔要发 就是投 五百万位鱼苗长大之后 就可以有近千万元的利润 想到这里 毛建平满怀信心 他把以前搞装修攒下的 八百万元积蓄 全部投了进去 很快一年时间过去了 到了捕捞的季节 老毛带着工人 兴高采烈地往水里撒网 可是当人们把网 拉上来的时候 毛建平一下子傻了眼 为养了一年的鱼最大的也不过七八两种 根本达不到商品鱼的规格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这里的鱼长了一年时间却还长不大呢 毛建平找到了鱼妖市水产技术中心的水产专家 到水库查找鱼苗长不大的原因 然后我们给它封起原因 主要是一个是苗 苗种量放得太大了 太多了 水面我们这个放下去苗太多了 一般我们这里放 每一抹这种苗放个一百条 那么这个是生态性的 它是自然为成长的 我超标的 放得太多了 然后它就是我们就是给它说 然后把这顶鱼至少扑掉个百分之四五十 小的鱼你就是扑起来以后就处理掉 然后卖掉反正便宜一点 然后把剩下的鱼可以一年养年以后就是长到五六千年 毛建平按照专家的建议捕捞了二百万条鱼 同时专家还建议他饲养一些会吃鱼的鱼 通过建立食物链的方式自然保持鱼类的数量 放得细一点 那个是要是不特的 就是水质调好了密度细一点 它里面弄个就是形成一个清款 接下来毛建平开始等待着下一年的收获 可是到了第二年的捕捞季节 毛建平依然没能高兴起来 他发现水库里的鱼还是长不大 这一次水产中心工作人员提取了水库里的水样进行化验 化验的结果让老毛大感意外 原来毛建平承包的水库是一个新建立的水库 里面浇注的都是清水没有任何养分 而每年到了江南的梅雨季节 在雨水的冲刷下水库里的底泥又开始翻出 清水顿时变成了浑水 这样的水质显然是不适合养鱼的 所以专家建议毛建平通过投放农家肥和有机肥的方法 把水中的营养物质含量调高 让水中的藻类和微生物自然生长 成为小鱼小虾的食物 可是这又需要几百万元的投入 前面的两年时间里 毛建平已经花光了他的全部积蓄 接下来他该怎么办呢 毛建平咬了咬牙 决定申请银行贷款 从07年08年开始 钱头光了银行的贷款 五百万贷款 背负着债务前行可谓背水一战 毛建平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开始积极参加各种鱼类养殖的培训班 积极向专家请教水库养殖的相关技术 毛建平的东潮水库经过三年的等待 经过了调水调整饲养品种 合理配置投放数量 生态养殖终于结出了硕果 他养的鱼不但味道好 而且几年下来个头也非常大 游客已经准备好了 在船上等着呢 这边马上准备鱼网 我也要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看到没有 他们告诉我今天会有惊喜 这里边有奇特的鱼 你平常很少见到的鱼 也可能是大鱼 一切都是未知数 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走了 一开始以为没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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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太大了 你来捞一个 你能捞上来 你捞 这个最大 那个好 红的 哪个 它不可能这样捞上来 你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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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咬你吧 我说它会咬你吧 颜色扣了 颜色扣了 它会 小心手 那画下面吗 怪不得大家都不肯捞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它很坚决的 真的很坚决 哇 怎么办 搁哪 搁哪 啊 重 重 这拎一下 不行 难怪 这个我还拎不动 这拎了一下 就搁在场上 这 这个是 花里 这个是 白鸟鱼呢 这两个不一样 不一样的 这白鸟 浪里白鸟 哇 浪里白鸟就是它 浪里白鸟就是它 太残了 这个 我跟你说 哇 啊 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鱼 这么多的鱼 是吧 对对对 平常是遇不到的 感觉非常非常兴奋 以前没有这么好的抓鱼经历 我们特意过来抓鱼的今天运气比较好 抓了这么大的鱼 还这么多 不过最吸引人的并不是这些普通的鱼虾 而是毛建平特意引进的两种轻易见不到的鱼种 中华胭脂鱼和鸭嘴鱼 2008年为了增加一些特色品种 毛建平在水库里投放了3000位中华胭脂鱼和2000位鸭嘴鱼鱼鸟 经过了六年的成长 这些鱼应该到了可以收获的时候了 听说水库里有如此珍贵的鱼种 寒冬自然是不会放过品尝美食的机会 但是因为鸭嘴鱼和胭脂鱼的数量都不多 要在偌大的水库里捕捞无异于大海捞枕 能捕到这两种鱼 运气占了很大的成分 但是来到宝山岂能空手而归 于是在毛建平的带领下 决定到水库里试试润起 晚上好吃的 哇 晚上好吃的 要不要放一点水啊 不用是吧 还有一条鳗鱼吗 你这个拿了 我拿了 没有我看那条鱼好 倒出来的 我看那条鳗鱼好害怕 这水库里的东西 鱼好 我已经拿了鱼 哇 哎 鱼儿宝贝 哇 哇 这么大的鱼 哇 你看 这是个什么鱼啊 这 这个冬花椰子鱼 哇 这是宝贝啊 今天兴趣好 哇 看看 我给你拿过来看 好吧 哇 哇 要不要放一点水进来 哇 这个鱼好珍贵 这个 这个呢 这是水中大熊猫 水中大熊猫 你看它这个花味是黑的 对吧 一黑一红 这宝贝 宝贝 惊起来就太突然了 你们觉得我有点像傻子的样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胭脂鱼 没想到唾手可得 现在还不敢相信 谢谢 终于捕到了心仪已久的胭脂鱼 一传人都很是兴奋 终于有机会好好看一看 这个难得一见的鱼种了 既然如此难得 又有缘打捞上来 一定要尝尝这些鱼的味道 这时候 厨师王师傅烹制的清水度当也准备好了 那就请寒冬替我们来品尝一下 东超鱼庄的美味吧 这是我刚才在厨房看到的那一个 应该是鱼男 就像鱼腹部那块最嫩的地方 从它尝起 我是作为一个会吃的美食家 先从鲜嫩开始尝起 太美味了 就是鱼肉最鲜的那一部分 能够让你大块朵鱼 因为它很大 那吃到嘴里那种感觉 简直是无法形容 而且他们这个做法非常简单 就是清水煮出来 割了一点点浆 吃的是鱼的那种本味 普通的那种河鱼 就是淡水鱼 很少能做这样的清淡的感觉 我们这个就能做 就说明什么鱼养的好 好的方法最好 水中的大熊 我可动手了 这个简直是让人无法形容 就是 我虽然已经吃过了很多种鱼 在别的地方也吃过很多种鱼 各种鱼的美味 我想我已经体验过了 但是当你吃到这个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已经词穷了 它是那种 你描述不出来的一种鱼的味道 只有你亲自到这尝一下 你才能知道 我现在要甩开膀子大吃了 甩开塞膀子大吃了 今天风和日丽 张灯结彩 东朝鱼庄马上就要有喜事了 因为很多人呢 就会选到在这个地方 接新娘 说一下接新娘 多浪漫 鞭炮已经准备好 小伙子们也已经 马上要点了 今天的喜事要来了 我快跑 好 如今的东朝鱼庄不但已经成为人们的休闲度假之地 因为环境优美 吃住方便 还成为新人们办理特色婚礼的选择 东朝鱼庄也抓住了这个机会 增加了婚礼的服务项目 拓展生财之道 现在的东朝鱼庄已经盈利 几年光是卖野生水库鱼的收入就达二百万元 承包五千亩海途水库 他的初衷出人意料 我鸭鱼就是 本来就是想自己钓钓鸭鱼 他建起了鱼庄如何搞活经营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毛建平 就像他名字里的这个箭子一样 他十年磨了三把箭 第一把箭是他的胆实 当年在很多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 他果断地拍下了这个海途水库 五千亩的海途水库 这也就引来了第二把箭 技术 他不等同于普通的内地水库 或者是海面水域 它是一个淡险水交接的地方 所以遇到很多的问题 第三把箭也是最重要的一把箭 就是恒星 我想正是由于他十年磨的这三把箭 才使得这么五千亩的海途水库 真正的变成了一个聚宝盆 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我是韩东 咱们下次再见